本周美国住房贷款借贷成本再次攀升 将美国平均长期抵押贷款利率 推至近23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对面临日益难以负担的住房市场的潜在购房者来说 是又一个打击 基准30年期住房贷款的平均利率 从上周的7.19%升至7.31% 一年前该比率平均为6.70% 抵押贷款利率随着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而攀升 贷款机构将其用作贷款定价的指南 由于担心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高的短期利率 以对抗通胀收益率近几周飙升 央行已将主要利率下调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希望能够抑制高通胀 并于上周表明明年的降息幅度可能会低于此前的预期 长期加息的威胁已将国债收益率推至十多年来未见的高度 虽然抵押贷款利率不一定反映美联储的加息 但他们往往会追踪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投资者对未来通胀的预期 全球对美国国债的需求 以及美联储对利率的处理都会影响住房贷款利率 请不吝点赞订阅